约书亚与元帅 提摩泰 凯勒 亲爱的朋友 弟兄姐妹 我们会查考约书亚记 五章十三至十五节 及六章一至五节 好让咱们知道 事件在什么情况和地点发生 约书亚记 五章十三至十五节 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 举目观看 不料有一个人手里 有拔出来的刀 对面站立 约书亚到他那里 问他说 你是帮助我们呢 是帮助我们敌人呢 他回答说 不是的 我来是要做 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 说 我主有什么话 吩咐仆人 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对约书亚说 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 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剩的 约书亚就照着行了 约书亚记六章一至五节 耶利哥的城门 因以色列人救官的严谨 无人出入 耶和华小域约书亚说 看啊 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 并大能的勇士 都交在你手中 你们的一切冰丁 要围绕这城 一日围绕一次 六日都要这样行 七个祭司 要拿七个羊脚 走在约柜前 到第七日 你们要绕成七次 祭司也要吹脚 他们吹得脚声拖长 你们听见脚声 众百姓要大声呼喊 城墙就必塌险 个人都要往前直上 这是神的话语 在敢于靠近这个系列中 我们查考圣经 一些人物如何与神亲密的相遇 进到那位至圣者的同在里 今次 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一件极之有趣的事情 我猜想 许多人可能已从主日学 或其他地方 听过耶利哥之战 也许每当你听到这个故事 或听到有关这个故事的歌曲 或从任何方式听到这个故事 你其实对这个故事的认识不多 如果你要了解耶利哥之战 约书亚纪五章十三至十五节 这三节经文是绝对攸关重要的 若没有这三节经文 耶利哥之战 只不过是一场帝国主义的冒险行动 这三节经文 使一切都变得与别不同 经文告诉你 那场战役有什么意义 那场战争是很重要的 所以让我来把当时的背景告诉你 对于这些以圣经人物为主的讲道 人们通常不大明白各种的事件 那通常是充满高潮的事件 当一个圣经人物的故事发展到最后阶段 神以某些方式显现 你在雅各身上看到这一点 也在约伯身上看到这一点 现在你在这里亦看得到 在这一连三次的题目中 我们查考这三个人物 为什么这是如此重要呢 圣经说 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 举目观看 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 对面站立 约书亚在耶利哥附近做什么 以色列人刚刚过了约旦河 他们一直在埃及 维奴一段很长的时间 已有好几个世纪了 他们原是从迦南而来的 以色列人是亚伯拉罕 以撒和雅各的后裔 他们人数众多 即使在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 他们已是一个庞大的民族 以色列人昔日 向难民搬下到埃及 是为了逃避极大的饥荒 事情发展下去 他们在埃及住了一段日子后 有一位法老冒起 他并不认识雅各的儿子约瑟 而约瑟就是从前 把以色列人带到埃及的 最终 以色列人在埃及成为奴隶 他们在埃及为奴许多年 甚至好几百年 但神引领他们出来 那是另一篇讲章 实际上也是今次讲述的 故事的早期部分 以色列人被领出来 过了红海 他们在旷野漂流 来到他们祖先的土地 那地原是他们的 在他们离开那地的数百年里 不少人到那里居住 以色列人离开他们的祖地 已有相当日子 神说 我将会带领你们进入那里 你们要取得那地 有趣的是 以色列人是渡过约旦河 才进入那个地方 而当他们一进入那地 耶利哥便是他们要攻下的第一个城 耶利哥是一个极大的城 四面围着城墙 有军备设防 而且在人看来 是以色列人不可能攻破的一座城 约书亚出去 举目观看 约书亚这样出去观看 是因为他正在回想 在四十年前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约书亚不是第一次来到耶利哥 你若要明白这个故事 谨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你可以读《密书记》第十三和十四章 让你对于所发生的事情 有一个概念 早于四十年前 以色列人已来到与迦南非常接近的地方 摩西派遣十二个探子去侦查那地 有些人称他们为间谍 我猜想他们会自称为 从每一个支派拆派出来的一个代表 而组成的侦查队或探险队 在那些探子中 有两个是来自犹大支派的迦勒 和以法连支派的约书亚 他们与另外十个探子同去 他们真的去了 而且看见耶利哥城 他们站在耶利哥城前面 仔细观看 还围绕那个地方走了一圈 后来他们回到以色列人那里 圣经说 当那些探子回来后 他们开始说出以下的话 他们对众人说 我们到了你所打发 我们去的那地 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 这就是那地的果子 然而住那地的民强壮 成义也坚固宽大 但迦勒和约书亚随后说 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 我们足能得胜 其余的探子向以色列人散播恶性 他们对众人说 我们所窥探 经过之地 是吞吃居民之地 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 都身量高大 据我们看 自己就如炸猛一样 据他们看 我们也是如此 以色列人便高声反对摩西 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 或是死在这旷野 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 使我们倒在刀下呢 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 约书亚和迦勒随后撕裂自己的衣服 说你们不可因为惧怕 而背叛耶和华 耶和华必与我们同在 但以色列全会众都说 要用石头打死他们二人 然后耶和华的荣光显现 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 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 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 摩西便为众百姓 祈求神的宽恕 神说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 然而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 便定要被我的荣耀充满 这些曾看见我的荣耀 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的人 没有一个可以看见 我向他们的祖宗所启示 应许之地 凡秒是我的 一个也不得看见 然后神转过来 应许加勒和约书亚 在这一带的以色列人当中 只有他们将会进入应许之地 当以色列人听见 耶和华这些话的时候 他们十分悲伤 他们说我们有罪了 现在我们情愿上 耶和华所应许的地方去 我们愿意去 摩西说 这是不能成功 不要上去 你们违背耶和华的命令 他不在你们中间了 密书记十四章四十四至四十五节说 他们却善敢上山顶去 然而耶和华的约贵和摩西 没有出营 于是 亚马利人和住在那山上的迦南人 都下来击打他们 把他们杀退了 直到河尔玛 神使他们在旷野四十年 不能进入迦南地 他们四处漂流 直至那一带的所有人 尤其是除了迦勒和约书亚以外 那些探子全都死了 四十年后 他们来到那地 约书亚那时 已年纪老迈 我们不知道约书亚年纪有多大 但迦勒是八十五岁了 所以约书亚很可能已是八十多岁 约书亚来到那地 他是以色列人的元帅 约书亚独自一人 走到外面去 他为什么那样做 因为他正望着耶利哥城 他正坐在那里 他回想四十年前 那一切令人惊讶的事 约书亚记得 他与其他探子站在那里 那些探子望着耶利哥城 说我们是奴隶 我们是获得释放的奴隶 但由于我们从前是奴隶 我们曾在埃及受到压迫 我们没有机会接受教育 我们无法成为领袖 我们没有军事技巧 我们也没有受过军事训练的人 我们没有任何科技技术 我们不能攻取那城 但如果我们不攻取那城 我们就死定了 这是第一个城 这是第一个地方 我们失败了 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 我们必死于刀下 约书亚到外面去 他举目观看 他记起这一切事情 他还记得 神若要在迦南地虫 新建立一群子民 便必须彻底消灭 那一代所有的人 他举目观看 想起神说过的话 那时候 神说恐惧就是背叛 甚至约书亚和迦勒 也是那样说 他们说 不要因害怕而背叛 这是一件令人非常兴奋的事情 不是吗 大多数人都想到自己的怯懦 人人都经历过胆怯 我们看见一些事情 便说我做不到 我们害怕 我们以为勇气是一种 要么你拥有 要么你没有的东西 如果你缺乏勇气 你实在无计可施 然而 约书亚 迦勒和神都说 你恐惧 你胆怯 你不愿意做这件奇妙的事 其实是一种罪 这是悖逆 启示录也提到这种 令人极为困惑不安的情况 那里谈到 所有被扔进火壶里的人 你预期很多人 会被扔到火壶里去 启示录谈到那些杀人犯 那些压逼者 经文谈到各种各类的人 但亲爱的朋友 你们知不知道 还有谁与那些杀人犯 压逼者 和不以公平待人的人 一同被扔进火壶里呢 那就是胆怯的人 在痛苦的时候 总喜欢有人相伴 当我看到那种情景时 我实在感到痛苦 想一想 约书亚这一次 会怎样成功 约书亚说 究竟我们要怎样 才做得到呢 我们怎样 才得着勇气 去这样做呢 我们怎样 才找到方法 去这样做呢 当约书亚走到外面的时候 他经历一件奇妙的事情 令约书亚感到惊讶的是 他竟看见一个人 站在他前面 那人手里 拿着一把拔出来的刀 而且全副武装 还有一把拔出来的刀 预备随时攻击 不用我多说什么 这情景已真的令人震慑 如果那个 正站在约书亚前面的人 手里的刀已出鞘 这意味着 那人已准备采取行动 当时已八十多岁的约书亚 看见一个人手里 拿着一把拔出来的刀 他会做什么呢 约书亚走上前去 圣经说 约书亚到他那里 仔细看看 那人是全副武装 那人已准备行动 我们很快便会看到 当我们看见 那人是谁的时候 他一定是 令人印象难忘的 然而 八十多岁的约书亚 把他的手 放在他自己的刀上 圣经说 约书亚到他那里时 这意味着 约书亚来到 那个人的面前 无论如何 那人就在约书亚面前 所以到他那里 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一个比喻 这是指约书亚走上前去 向那人发出挑战 那好结了 约书亚说 这场战争已开始了 我们将要攻取这城 因此 你在这天 要选择服侍谁 我给你两个选择 你是帮助我们 还是抵挡我们呢 换句话说 约书亚正在说 你有两个选择 要么 你可以与我打一场 生死之战 要么 你向我下跪称臣 并参与这场战役 因为我是元帅 要么你可以与我 做生死决斗 要么你可以向我屈服 要么你是帮助我们的 要么你是抵挡我们的 但没有中立可言 这场战争已开始了 我们这里 没有任何观察员 也没有旁观者 约书亚上前一步 说你是帮助我们呢 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呢 这个人看了一看 说不是的 当然那个答复是不合逻辑的 约书亚说 我已给你两个选择 那人却说 我两者都拒绝 约书亚说 嗯 你是帮助我们呢 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呢 那人说 我不是那种帮助任何人 或是抵挡任何人的人 人们若不是站在我的一边 便是与我为敌 除非你选择站在我的一边 或是选择反对我 否则你不能与我有什么关系 但你若问我是帮助你 还是与你为敌 这个问题其实是错误的 圣经记载那人回答说 不是的 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约书亚便俯伏在地下拜 说请吩咐我 换句话说 当约书亚说 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 的时候 约书亚马上明白一切 所以他说请吩咐我 那位帅说你要洁净自己 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 为什么要脱下鞋子 因为鞋子是肮脏的 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 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从这里汲取了三个非常重要的教训 我将会从最高的神学理念到最实际的提醒 逐一与你分享 第一 那个人是耶稣 另一个说法是 这显明神能够 而且必会以人的样式来到地上 拯救他的子民 你们在这里读到的 是一件奥秘的事 多年来 许多人都说 那是一位天使 现在非常流行天使 他们实在大行其道 人人都迷上了天使 你在电视上看见天使 在贺卡上 肯定也看见天使 他们一直都在这些商品上出现 但现在更加流行了 这是一件攸关重要的事 不年前 我甚至接受了一个电视节目的访问 谈到天使有何重要 以及现在非常流行天使等问题 我认为自己 对于那些愚蠢的问题 相当有耐性 因为我们对于圣经中的天使 真的所知不多 圣经中每一页都提到 罪、恩典、救赎和神 天使只是箭中出现 而且他们从来都不是故事的核心 所以我们从来对天使都所知不多 我们对他们的认识根本不多 把焦点放在圣经中次要的事情上 而错过了在圣经的每一页都出现的事情 是多么的愚蠢 但重要的是 我们知道一件关于天使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我们不可拜天使 啊 千万不可 在启示录的结尾 约翰说 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 所看见的 我既听见 看见了 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 俯伏要拜他 他对我说 千万不可 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 并那些守这书上言语的人 同是做仆人的 你要敬拜神 那段经文一直鼓励着我 实际上 那位天使似乎感到苦恼 你通常是不会看见天使感到苦恼的 什么会另一位天使感到苦恼呢 他说 起来吧 你竟敢这样做吗 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 是没有什么分别的 这实在令人感到孤悟 那位天使说 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 并那些守这书上言语的人 同是做仆人的 这是指每一个人 那位天使真正要说的是 你看 我是一个天使 好吧 与你相比 我是颇有能力的 与你相比 我也是相当卓越不凡的 但说到底 我也是受造者而已 如果你拜任何受造的人 或任何受造之物 你将会毁了自己 这是最致命的罪 起来吧 最终 我与任何一个读这卷书的人 都没有什么分别 一位天使说出这样的话 实在令人大受鼓舞 但他接着说 你要敬拜神 好的 约书亚俯伏在地下拜 圣经说 他俯伏下拜 约书亚说 请吩咐我 这是敬拜 那位天使说什么 他说 起来嘛 不 他不是天使 这不是一位天使 他说 谢谢你敬拜我 事实上 我要你多走一步 我要你更加热切地敬拜我 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 你要知道我是谁 你正站在那位 自有永有的圣者面前 他不是受造的 你正站在那位 无始无终者的面前 那么 这人是谁 这不是一个全息投影 这是一个人 这是神成为肉身 这是预先彰显神大永恒的道 他到了时候满足 便为女子所生 且生在律法以下 要把律法以下的人 从罪的诅咒救赎出来 这是一个初步的行动 这个不是真正出生在世上 并过生活的人 这个人没有在这世上逗留 然而 你在这段经文看到 不只是在这段经文 在圣经许多地方都读到 那称为耶和华的使者 常常出现 那位使者不是天使 那位使者是受人敬拜的 那位使者说话 犹如神一样 耶和华的使者 预先彰显了 那位有多个位格的神 并且预先彰显了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个位格 也预先彰显了一个事实 就是在三位一体神之中 有一位是专门来到世上 使人与神建立关系的 在三位一体神之中 有一位是专门来到我们这里 成为我们与耶和华之间的管道 你明白吗 他是耶和华 但他也是通往耶和华那里的道路 我们有神 他是从神而来 但他也是神 那怎么可能呢 只有神拥有不止一个位格 才可能有这种情况 事实上 耶稣基督 其实已足以在本质上 说明这一点了 举例说 在出埃及记里 当荆棘在燃烧的时候 摩西在那个神圣的地方 与神说话 你若是仔细读出埃及记第三章 你会读到耶和华的使者 从荆棘里的火焰中说话 耶和华的使者说 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 你正站在那位圣者的面前 你正站在那位自有拥有的神面前 你正站在神的面前 耶和华的使者 向参孙的父母显现 告诉他们 参孙将要诞生 这位以色列的英雄 这位以色列地势师将要诞生 然后耶和华的使者 踏进祭坛上的火里 升到天上去了 参孙的父母就俯伏于地 他们说 我们看见了神 因为那却是耶和华 最有趣的是 《马拉基书》第三章 这一章经文提到 一个关于弥赛亚 非常有趣的预言 那个预言是这样的 我要拆遣我的使者 在我前面预备道路 你们所寻求的主币 忽然进入他的殿 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 也引述这一节经文 他说 经上记着说 我要拆遣我的使者 在你前面预备道路 圣经说 那位使者就是施洗约翰 这意味着耶稣正在说 我就是《马拉基书》 三章一至两节所说 那个将要来到的人 施洗约翰是那位使者 而那位主将会进入圣殿 我就是主 耶稣在那里说什么 耶和华 耶稣说 我是耶和华 我是主 然而 如果你继续读下去 当你读到《马拉基书》三章一节时 你会看到 经文其实是说什么 就是 主忽然进入他的殿 你所渴望的那位立约的使者 将会来到 当耶稣说 约翰就是《马拉基书》三章一至两节 所说的那位使者时 他其实是做出宣称 耶稣是说 我就是要来的那一位 我就是那位立约的使者 这是耶稣 主耶稣基督亲自来到世上 为我们征战 我们一次又一次 借着耶稣基督与神联系 第二 耶稣是绝对圣洁的 你开始明白吗 雅各寻求与神相遇 最终在一场摔跤比赛中 遇见神 约伯也想与神相遇 他遇上了一股龙卷风 约书亚也想遇见神 他遇到一个预备作战的人 那人全副武装 还拿着一把拔出来的刀 你开始明白了吗 与神相遇并不是温馨和模糊的事 神的圣洁是什么 这是指神是伟大和至高的 你最终要看见耶稣的圣洁和伟大 而不只是看见他的爱 如果你没有看见耶稣的圣洁和伟大 那么他的爱 其实没有对你带来什么改变 多年前 在我的教会初出成立时 我常常亲自探访所有会友 我记得曾探访一位女士 我说 告诉我 你是在什么时候成为基督徒的 她说 嗯 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来问你 你是否想知道 我是在什么时候 觉知接受基督信仰 什么时候参加木道班 什么时候在教会里 学习这方面的知识 什么时候说 是的 我是基督徒 然后受洗 等诸如此类的是吗 亦或你想我告诉你 我是在哪一天 好像被雷电击中一样 领悟到 如果耶稣就是他所说的那一位 他怎样改变我生命中的一切事情 如果耶稣就是他所说的那一位 这意味着我的生命中 没有一个角落是属于我自己的 一切都必须属于耶稣 我对那位女士说 我想听听那一天是怎样的 当然 这听来是有趣的多 但你知不知道 在她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她身上发生的事情 是这样的 我不知道她在什么时候 悔改归主 我不认为 她是在那天之前 悔改归主的 我不能肯定 但在她身上发生的事情 是这样的 发生这事的那一天 就是她听到神说 不 不是的 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 的那一天 我初心的时候 经历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 这件事发生于1970年 我参加了一个 由大学生团契举办的营会 我听到一位名叫巴巴拉 伯伊德的女士 讲论一个信息 题为主权讲座 我不肯定 那可能是我第一次 有这样的经历 至今 我仍保留那些笔记 很多人会发现 主权讲座的一些论点 一直在我的讲道中 发出回响 那一天 巴巴拉 伯伊德看着我们 说了类似的话 如果你们想邀请我 进入你们的屋里 你们说 巴巴拉 进来吧 伯伊德 留在外面 那么 我不知道该做什么 因为我是巴巴拉 伯伊德呀 其实 我甚至不能说 这一半是巴巴拉 这一半是伯伊德 所以 我只把这一半 带进屋里 因为我整个人 就是巴巴拉 我整个人 也是伯伊德 两者都是我 所以你们 要么让我整个人 进入屋里 要么我完全 不进入屋里 然后 巴巴拉 伯伊德 转过身来 说 如果你们说 我想要那位慈爱的耶稣 我想要那位帮助人的耶稣 我想要那位在我困难的时候 可以求他帮助我的耶稣 但我不想要那位圣洁的耶稣 我不想要那位满有能力的耶稣 我不想要那位伟大的耶稣 那么你们便 那么你们便完全得不到耶稣 他积极说 你们用一刻去想一想吧 亲爱的朋友 如果你们有些人听过我说类似的话 你们会说 天哪 他是从这里领悟到这些东西 巴巴拉 伯伊德的话 自此一直在我的讲道中 发出回响 巴巴拉 伯伊德说 如果地球和太阳之间的距离 只是一张纸的厚度 如果地球和太阳之间的 9600万英里的距离 只是一张纸的厚度 那么你有没有察觉到 从地球到另一个最接近的恒星的距离 就像是一叠高70英尺的纸 我们小小的银河系的直径 就像一叠高310英里的纸 而我们小小的银河系 只是全宇宙的一点而已 希伯来书第一章说 耶稣基督用他全能的命令 拖住万有 巴巴拉 伯伊德说 耶稣基督用他的小指头 便拖住整个宇宙 然后他看一看我们 笑着说 你会不会请求这样的一位神 进入你的生命中 当你的助手呢 我想让你知道 每一个到耶稣那里的人 最初都像约书亚 每一个人来到耶稣面前都说 我有自己的计划 你会帮我完成计划吗 如果你能帮助我 我便成为基督徒 人人都是这样做 几乎每一个人都在出现问题的时候 开始寻求基督信仰 他们说 我有一个问题 我刚与某人分手了 我感到自尊受损 我在人际关系上出了问题 我在财务上出了问题 你带着一个问题来到耶稣面前 说我需要一些东西 我需要有人来帮助我 活出我已知道我应该过的生活 我有自己的计划 我在一些要做的事情 我想知道 你是帮助我 还是抵挡我呢 人人都这样做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你不知道自己正在跟谁说话 你怎会请求这样的一位神 进入你的生命中 当你的助手呢 你怎会带着条件来到耶稣面前呢 请谨记 有两个强盗与耶稣同定十字架 我们说 其中一个强盗是坏的 另一个强盗是好的 那个坏的强盗说 你不是基督吗 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 那么 我便会相信你 我有自己的计划 我要活下去 我要生存下去 你能帮助我吗 另一个强盗说 只要你和我在一起就够了 那个坏的强盗要说的是 你是帮助我 还是抵挡我呢 那个好的强盗要说的是 我察觉到真正的问题 并不在于 到底神是帮助我 还是抵挡我 而是到底我是站在神那边 还是与神为敌 你不能这样与神说话 他是万君之耶和华 他是司令 他是真正的元帅 当你来到主耶稣面前 对他说 主耶稣 我愿意相信你 但你会帮助我解决我的问题吗 你会帮助我做这些事情吗 你会帮助我通过法律学院的考试吗 你会帮助我达到目标吗 耶稣说 这个问题问错了 答案其实不是 是或否 答案是 两者都不是 耶稣要说的是 我不喜欢这种选择题 以上两者都不是 关键并不在于 到底我会帮助你 还是抵挡你 而是到底你会站在我的一边 还是与我为敌 换句话说 如果你是带着条件来到我这里 如果你说 你若怎样怎样 我便顺服你 那么 你完全没有来到我这里 你甚至还没有认识我 你甚至不知道 我是谁 我细心聆听巴巴拉 博异德谈主权论 他说 你不会请求这样的一位神 进入你的生命中 当你的助手 当他一说道 如果你对神说 你若怎样怎样 我便顺服你 如果你带着任何条件 这代表 你根本不是顺服神 你仍是你的生命的主人 你仍是你的生命之主 你仍在努力 把神征兆入你的军队中 你是元帅 神是副官 神说 要么我完全不进来 要么我进来 是要做元帅 我仍记得那天 我离开的时候 哭了起来 巴巴拉 博异德对每一个人说 我肯定有些事情 是你将会细心思考的 你们可以安静半小时 也可以四处走动 我仍记得我 站在什么地方 我仍记得 那条小路上的石头 我仍记得我哭了起来 因为我记得 那时我对神说 你是帮助我 还是抵挡我呢 我听到神说 两者都不是 我听到神说 你要俯伏下拜 我听到神说 你要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 我第一次有这种经历 无论怎样 我之前并不知道 自己是不是基督徒 我并不肯定 第三 耶稣有一把拔出来的刀 约书亚发觉 站在他面前的是 耶和华的时候 他甚为害怕 因为没有人能面对 耶和华的刀 问题就在这里 为什么那把刀 没有落在 约书亚身上呢 在创世纪第三章 当神把亚当和夏娃 赶出伊甸园的时候 圣经说 耶和华神 把他们赶出去了 又在伊甸园的东边 安设基督伯 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 要把守生命术的道路 你知道吗 神说 罪的功架乃是死 凡仕途进入伊甸园里的人 凡仕途进入那神圣之地的人 凡仕途回到那个 仿如天堂的地方里的人 都必须面对那把刀 因此 当摩西对神说 我想看看你的荣耀时 神说 你不能面对那把刀 他会把你杀掉 罪人无法与圣洁的神有关联 问题就在这里 为什么那把刀 没有落在约书亚身上呢 线索就在《创世纪》第15章里 神对亚伯拉罕说 我将要赐福给你 亚伯拉罕说 你将要赐福给我吗 我怎么知道 你将会这样做呢 毕竟我是一个罪人 我很惧怕 神说 把一些牲畜劈开 分成两半 亚伯拉罕便照着做 把一些牲畜 分成两半 在那个时代 人们若要立约 或许下承诺 便要把一些牲畜 分成两半 然后在他们中间走过 说 我若不遵守这个承诺 愿我像这些牲畜一样 被分成两半 愿我的骨头 散落在旷野里 愿豺狼吃我的肉 愿飞鸟 啄我的骨头 那是一个古老的立约方式 当亚伯拉罕这样做的时候 他拿起一把刀 把牲畜劈为两半 然后他坐下来 圣经说 当天色变黑的时候 神以冒烟的火显现 从那些肉块中经过 并且说 如果我不照着我曾告诉你的一切话去做 如果我不按着我的应许赐福给你 愿我被切成碎块 愿我置身刀下 在耶利哥一役之前 以色列人庆祝逾越节 为什么 羔羊被置于刀下 羔羊的血涂在门框和门楣上 这一切代表什么 以色列人在羔羊的血之下得到庇护 羔羊被置于刀下 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人能够与这位拔出了刀的 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相遇 为什么 因为他亲自置于刀下 他在软弱中临到 而非充满力量 他亲自置于刀下 以致耶和华的刀现在是帮助你 而非对你不利 解决之道就是鼓起勇气 你明白吗 你知不知道你为什么可以勇敢起来 神说 这些人将会从迦南被赶逐出来 你们不会进入那应许之地 因为你们看见 我在旷野里所施行的神迹 你们也看见我在埃及地所施行的神迹 但你们至今仍不相信我 这就是神要说的话 你们忘记了神的恩典 你们忘记了我施行神迹拯救你们 如果你忘记恩典的神迹 那么你将会是一个懦夫 你怎么除去你的怯懦呢 你怎么面对你所害怕的东西呢 你是否只是说要更加勇敢 还是你回想耶稣曾为你所成就的一切 你是否想到你成为基督徒 已经是一个神迹了 而且你能够站在神的面前 更是一个神迹呢 你若能够站在神的面前 你还害怕什么呢 如果还有什么东西令你感到害怕 那么你并没有想到你在耶稣里所拥有的一切 就是这么简单 勇气是从理解这一点而来的 你有没有深刻地认识神的身份 难道你看不见 如果神不是圣洁的 那么他的慈爱没有什么好 圣经说 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 但十字架向你显明了 耶稣被置于刀下也向你显明了 他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你 既然那位圣者是如此爱你 既然那位最有能力 拖住宇宙万有的大能者 是如此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你 并且你从十字架上看到这份爱 那么你为何还害怕呢 你为什么常常害怕呢 要刚强壮胆 要奉召入伍 你若是害怕 这是因为你当上了元帅 你希望神做你的副官 如果你想获得勇气 那么看看他是谁 并且说请吩咐我 你听到神说不是的 你要俯伏在地下拜 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 我们一起祈祷 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给我们洞见 让我们认识你的真正身份 主啊 求你让我们紧紧地牢记 你向我们显明这真理的那一天 也许有些朋友仍未有此经历 求你让他们在今天或不久的 将来也有同样的经历 我们都需要多次这样的经历 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 都可以与那拔出了刀 并倒在刀下的那一位 面对面相遇 这样我们就必稳妥 我们可以看见你 我们可以靠近你 我们可以面对面地认识你 求你帮助我们借着圣灵 把这真理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 奉主耶稣的名祈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